我今年受傷十周年耶 我說我要還扮流水蟹 失去就是 摯愛的一個感受 她陪了我十五年多 我覺得生命真的是蠻脆弱的 我是Selina仁佳萱 我今年三十八歲 十九年前 SHE定義為少女 那是因為我們那時候 真的是少女 我們也才十八十九 現在就是姐妹的聚會 我就很像老人家在畫當年 你看我們當初念書的時候 然後現在你看 你都小孩了 我真的沒有去細想 我到底什麼時候走出來 或者是我也不敢講說 我現在就真的走出來 一開始 當然是前幾年 可能就真的比較難好 然後漸漸的你就越來越好 所以 你說真的走出來嗎 我倒覺得 好像沒有必要 在這件事情走出來 我只要學會與她共存就好 我之前有跟我爸媽講 我說媽媽 我今年受傷十周年耶 我說我要還扮流水蟹 因為我覺得蠻酷的啊 十年過去了 然後我還是好好的 包括我受傷這件事情 她留下了很多的軌跡 嗨 這是小冰 她是Pinky的親生女兒 去年的三月我覺得 是一個 我很難忘的一個 一個時刻吧 失去就是 自愛的一個感受 好 好爛 好了 好了 她是我的寵物狗 可是 她陪了我 十五年多 這十五年中間 我覺得Pinky 對我很重要的一部分 是特別在我受傷的暖期間 那個時候對我來講 照顧Pinky是一件 唯一意見 讓我覺得自己還是一個 有能力的人 我是被需要的人 就是那時候 其實自己真的是 很不太方便 然後也都身上 都穿著壓力 我還是得 餵她吃飯 清理她的排泄物 我是非常感恩 她給了我這個部分 等於是我那時候 存在的意義吧 這張我覺得可以堪稱 是我目前為止 最滿意的一幅畫 這是 玉京香 我今年真的是 興趣才藝大爆發耶 對 就在我三十八歲這一年 我學了花藝課 我也有上水彩課 法文課 還有學高爾夫 我前天才去做了這個金工 下禮拜報的刺繡 真的 我不用騙你 我就是什麼都想去學一學 但這也是因為 現在才有這個時間 添聽自己的聲音 三十八歲的快樂 我擁有很多 當然過程中 我也失去很多 現在更在意的 就是自己吧 但是二十八歲的我 比較不會去 仔細的去聽 自己心裡面的聲音 那如果要跟十年前的 自己講話的話 我會跟他說 你比你想像中的 還要更堅強更勇敢 簡直是棒呆了